能够用至诚恳切的心行布施 才能够有无量功德福报 六波罗蜜分别是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禅定般若 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六度 修行这六度正好对治人性的 奸贪、悔犯、称慧、懈怠、散乱及愚痴 六度波罗蜜以布施为首 可见极受重视 佛法讲持悲、持者欲乐 悲者拔苦 而布施正是与人快乐 拔人痛苦的最有效方法 有六度 残波罗蜜 施波罗蜜 施为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到彼岸 有多余的 有智慧的福报 带来一点的 没有福报的 也可以布施 像以前有一个公案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布施 他的那个头发 下去做那个灯 结果那个灯 就永远都不会灭掉 他自成恳切的心 如果有钱的话 更好 来做大布施族 他的福报会更大 没有钱的来做 更好 也会有福报 布施时 施与寿 双方都得到快乐 势智力又利他的 无上法门 我们能用 自成恳切的心形布施 可以增添福报 布施有三种 财师 法师 无畏施 财师 度人困恶 无畏施 度人脱离恐怖 法师 指导人 明理 解释疑难 十方新闻 黄慧如 吴宗睿 嘉义 采访报道